怎么这么样 因为你对蚊子更迷 瞎索对蚊子还能过敏 楚楚没说错 蚊子的口气看起来像一根细细的针 但实际上是由六个细小工具组成 在觅食时协同作用 其中最内侧一根用来吸食 另一根就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来互相配合 我们对这种化学物质过敏 所以被蚊子咬后才会咬 诶 楚楚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带她看动画片呀 楚楚每天都看白马百科 能够潜移默化地学习百科知识 这种3D动画 孩子更有兴趣坚持 劳逸结合的时候 看看动画片 知识密度高 楚楚每天都有新收获 这个暑假 楚楚很多综合能力都提高了 你不懂的蚊子 楚楚都知道了 楚楚 那下次爸爸陪你看 你呀 想要陪伴孩子 可不能一时兴起 除了每天看白马百科 还要带孩子多运动 玩游戏 这些高质量的陪伴才有用哦 诶 楚楚 千万别碰 这土堆里可能住着红火椅 就是哥哥就被咬上住院了 这红火椅不仅攻击性强 毒性也很强 被咬后会红肿造痒 严重的还不休克 如果不小心被红火椅咬到 要立刻用肥皂水清洗 并且及时就医哦